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昨天已經和我女兒一起慶祝母親節 因為昨天的母親節是近這兩年最溫馨的母親節 因為除了有我女兒陪我一起慶祝母親節之外 我都和我媽媽和我婆婆一起慶祝母親節 所以昨天算是一個挺圓滿的母親節 因為第一次三代同堂一起慶祝這個節日 因為老爺婆婆都過來香港 所以就留在香港慶祝 我們昨天下午一家人去了喝茶 然後寶寶一起床就送了一個母親節的寶寶給我 很溫馨 很滿足 他還小 今年剛剛兩歲多 所以其實他懂得畫圓圈 我會當他那些圓圈是外意 因為我們家裡的傳統都是母親節 或者是什麼大時大節 其實都不是特別去送禮物的一個節日 因為我們會覺得大家一家人聚盟一起吃一頓飯 已經是最好最溫馨的東西來的了 有啊 其實我想說 自從我女兒出生之後 我現在經常都會想起一些 我媽媽曾經對著我說的一些說話 例如她有說過一句 你將來做了媽媽你會明白的了 哇 這一句淤到我的心 昨天我見到我媽媽的時候 我問她 你記不記得我叫什麼名字 她說不記得 哈哈哈哈 她真的不記得我的名字 所以其實 當一刻有一些深呼的感覺 就是 哇 原來這麼快 媽媽已經是會去到一個年齡 或者去到一個 就是 就是 需要給我照顧的時候 所以其實 當年我會很記得 有一幕 我都不記得發生什麼事 總之我睡覺的時候 我媽媽走過來摸著我的頭 跟我說 她說 嗯 很乖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我是炸睡的 但是 我聽到她說這番說話 或者迷蒙隆隆 之後 聽到她說這番說話之後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就會覺得很窩心 所以我希望 我都很希望 在我每一次 我女兒睡著了之後 我都可以跟她說 跟她說 跟她說 就是會跟她說 媽媽很愛你 多謝你這麼乖 嗯 都在做 基本上 每晚 臨睡之前 或者她睡著了 如果我 很晚才回家 我都會 走過去摸摸她的額頭 然後跟她說 她說 I love you 她現在會說 I love you too 所以 已經很滿足了 沒有啊 因為我老公昨晚更開心 因為 她是 我女兒出生兩年多以來 是第一次 爸爸出門口 她會哭著 爸爸不要出門口 所以 我老公昨天是 開心到 她說 今天根本不是 你慶祝母親節 今天是幫我慶祝的節日 然後 我只能給她一個 反到上去 天花板的白眼 我老公 算了 一次半次 有她